HELLO 大家好,我是ANGEL 華 有看我上一條片的你,記不記得我在片尾有提到 我們有一樣很重要,而我們有開心的事呢? 今次我就告訴大家,我們就是去了驗屋啦 講開驗屋,我分享一下我們一些小小的故事給大家知道 其實幾年前,我老公在台灣 他自己都想買一間屋的在台灣 他都看了一段時間的啦 有一天,他就WhatsApp 黃黃 我那時就在香港,他就跟我說想去看一間屋 我說OK啊,反正我們過幾年都會來台灣生活的啦 之後他就去了看屋啦 到下午那時,我就收到他的WhatsApp 就跟我說,原來已經簽了合約落了頂 其實我當時聽到都很開心的 況且我覺得我老公都看了一段時間啦 他覺得是合心意呢,就會落定簽合約的啦 那直至到現在啦,上兩個星期就收到發展商的通知 我們終於可以去驗屋啦 我們當然是很開心啦 那通知去驗屋啦,當然就是很快可以交屋啦 而我呢,當時在香港的嘛 是從未見過這間屋的真身的 是我老公呢,拍了一些影片啦 還有拍一些照片,那個示範單位啦 給一些照片給我看呢,我就這樣看的 所以呢,我自己都很期待 那收到驗屋通知之後呢,我們不懂驗屋的嘛 那我們都在想著,好不好請一些驗屋師呢 幫我們驗屋 但是我們上網看過呢,有些人又說 其實不需要 那我們真的就膽粗粗啦 自己上網看一看,究竟驗屋需要留意些什麼啦 還有需要帶一些什麼工具上去幫我們做一個驗屋的 那我老公呢,還上網看人家 怎樣驗一些水渠啊 或者那些冷氣的 那些水,看看會不會漏水的地方 會怎樣檢查一下 或者那些電那裡,有沒有問題啊 他都看了很多這些,大家都好像很緊張 那之後呢,我們都出去買一些工具回來的 給你們看看我們買了些什麼啦 在這個袋裡面的 在這個袋裡面的 那我們呢,就買了一個小小的的盤 這個,打算用來裝些水,倒進一些渠道 看看有沒有漁失的情況出現 那還有這個,這個一定要啦 就是告示貼 用來貼在一些地方呢 我們發現如果有問題的話呢 就貼在這裡,就認住那個地方出現了什麼問題 上面呢,也都可以寫著一些問題 那大家都可以知道啦 那還有一個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這個呢 水平移 這個呢,其實是放在地板啦 或者在牆身那裡呢 可以檢查一下呢,其實它是不是夠不夠垂直的 如果呢,它中間這一點呢 會在中間的話呢 就是代表那個地方已經是,水平是夠垂直啦 不會有斜的情況出現的啦 這個就是水平 是夠不夠垂直的 不是夠垂直的 還有一本,記事簿啦 就幾低,其實是告訴我們呢 我們有什麼看了有問題的地方 我們做一個紀錄的 還有買了這個 這個就是教書可能會知道的啦 它叫做教學指揮棚,可以伸牆 這樣的 有什麼用呢 其實是可以用來拍一下地板啦 或者牆身呢 聽一下它會不會有空心的情況出現的 這個呢 這個呢 我們在一間文具店呢 已經找到了 都很容易找的這個 這個是一個伸縮尺 就可以量一下呢 究竟發展相比我們的圖織呢 和房子呢 其實它的尺寸呢 其實是不是正確的 都是一樣這樣的大小 可以讓我們量量一下 還有最後一樣呢 就是一個測電儀 這個呢 就是一個測電儀 這個很有趣的 我初初我看到我老公買的時候 我以為很大的 好像別人的電錶那麼大 原來買回來是這麼小的 看我們手這樣一包就可以包住 我老公我本身不是很厲害 懂得這些電的那個 那他又買了這些 給我回來呢 可以幫忙簡單點檢查一下 究竟呢 那個電壓呢 對不對 這個呢 其實它會顯示電壓是不是120 還有如果亮了這兩眼燈呢 真的代表是正常 沒有問題的意思 下面這個呢 就是可以查一下它會有漏電的情況出現 就是這個可以插進去就可以知道了 那我們就是買了這幾樣東西了 炎樓之前那晚呢 我們兩個都很緊張睡不著了 那當然啦 因為終於可以看到 建好的屋是什麼樣子 還有收到炎屋的通知 就是其實都很快可以交屋 終於有我們自己的家 我更加是 我完全是 我沒見過那個真身的 所以其實之前那晚 睡得不好 但是也都很期待 第二天呢 我們一早就出發了 因為約了發展商業樓那裡 就是9點鐘 那去到啦 我們就揹著我們剛才的工具袋 就打算很緊張地上去 那去到門口呢 其實也有個接待員呢 接待我們帶我們上去 我們自己的房子裡 那我們很奇怪 那個接待員帶我們上去之後呢 咦 為什麼後面會有整隊人呢 跟我們一起上去呢 有些很奇怪 還拿著一些工具 那我和我老公呢 就眼望望 好像大家考到會心微笑了一會兒 那樣 其實原來呢 是不需要我們帶工具 是做這個驗屋動作 發展商呢 已經安排了一隊人呢 是幫我們驗一下 這間屋裡面的水啊 電啊 去水的地方有沒有問題 就是我們只要呢 我們站在他們旁邊 他們一直解釋 一直驗我們 一直看一看 覺得 OK啊 滿不滿意啊 這樣就可以了 原來 我們呢 買了一袋東西呢 就好像有些少少浪費了那一天的用途 那一天呢 我們就見他們分開有幾天人 跟我們一起驗樓的 他們分別有驗地板 窗 電 以及一些水渠 他們都叫我們站在旁邊看著他們一起驗 看看我們覺得有沒有問題 滿不滿意 最後他們會給一份文件 如果沒有問題 需要有什麼收拾樓 我們就可以簽個名字 那就完成了 我想回自己香港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發展商 都會帶一堆人陪買家上去房子一起驗樓的 我又不覺得香港會是這樣 台灣又會不會其他買新樓的時候 都會有發展商派人一起驗樓的 我們就不知道 因為我們一起在台灣買樓 如果你們知道 可以留言和我分享一下你們的經歷也可以 本來我們想驗屋的時候 都會拍片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看我們怎樣 很搖搖的去驗屋 還想安排一下 怎樣去設定鏡頭 看我老公怎樣驗 怎麼知道 原來我們去到 是整隊人歡樂今宵 跟著我們很熱鬧 我們這麼多人都不好意思 拿著相機出來拍片 唯有之後我們收屋的時候 再拍片給大家看 看看我們房子的間隔是怎樣 這次上去看房子之後 其實感覺是比想像中有些落差 我覺得是沒有之前看照這麼大 我老公也覺得是 不過她其實已經是幾年前看過了 可能印象都模糊了 不過因為我們都是兩口子 加三隻貓 其實那個面積都很夠住 上去看都很舒服 因為我們染谷那裡又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很期待可以快些收到通知 我們就很快可以真正有自己的房子住了 好了 今次這條片我們就聊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接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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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的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